依赖中国市场如同克耀德媒,德国现在开始自食恶果,过去随着中国市场快速发展德国著名车厂福斯的车,有一半卖到中国市场。 但随着中国受到中美贸易战,与中国经济成长不稳的影响下,福斯,也开始倍感压力。 图为准备出口的福斯汽车欧新社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过去,随着中国市场快速发展。 世界许多大厂城市,依附这股趋势,而获得庞大营收。 但随着中国受到中美贸易战,与中国经济长不稳的影响下,导致这些过去,依靠中国市场而蓬勃发展的厂商,纷纷感到切身之痛。 德媒评论指出,中国自从成了德国经济的兴奋剂后,多年克要的结果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完全戒不掉,而自十恶果的时刻也来了德国之声引述德媒商报,的社评表示,多年来,中国市场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引擎。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如此大的贡献。 过去美国,德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企业,希望中国经济能够盲目地膨胀下去。 然而快速成长的日子,已经过去随着中国经济景气降温与美中贸易战影响。 许多公司已经感到切身之痛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社评指出中美贸易战,中国工业的利润与房地产市场,都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正面临景气降温影响。 而首当其冲的是德国的汽车业中国经济的走弱,将导致德国汽车业走入寒冬。 许评指出,像是德国著名的汽车大厂福斯汽车,福斯生产的汽车,有超过一半是卖到中国市场。 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跟中国绑在一起,如今中国的汽车市场,出现20年来首次的销售下滑福斯,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压力。 设评强调中国市场已经成了德国经济的兴奋剧,多年来德国嗑药的剂量,一直在增加现在已经完全戒不掉,也是品尝恶果的时候了。 德国企业太依赖中国市场这是个错误,必须纠正少一点中国多一点安全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